能够理解五量 五量之后能够理解一 一字法门海墨疏而不尽 一个字就有无量无边 一个字就有无量的法门 就像华元经说的 一个围尘能够剖出三千经卷 一个围尘一个字就有无量的法门 海墨疏而不尽 用大海做墨水也写不完了 意思说若不做此解释者安亏 犯王法御之子曰 如果不这样解释的话 要分开来佛是佛 佛是佛宝 犯王是法宝 菩萨是身宝 如果你把它分开来解释的话 不知道他们互相含色的意思 这样怎么知道犯王 犯王这个法门 跟辟喻的意思 那么意思就是说 佛的意思是互相含色的 当然偶一大师以他的智慧 用这些智 晶体或者是品名 来告诉我们 主要就是我们要了解 虽然我们一下子不是很了解他的意思 但是要知道 他主要表示互相含色的意思 互相含色的意思 那么当然我们自己如果有时间就研究 他这个文字上面的意思 再来我们晶体讲完了 就是说 次是菩萨心地品名者 现在讲品名了 晶体叫做佛说犯王金 那么这一品叫做菩萨心地品 因此我们上的这个课叫做菩萨心地品 是范王金里面的一品而已 不是范王金的全部 那么是讲菩萨心地品 这个品名者分为四 初识菩萨人名 先解释什么叫做菩萨 四识心地法名 什么叫做心地 这个法 三就人法对识 菩萨人跟心地法 来互相解释 第四识解释这个品质 这个字 所以分四种 来解释菩萨心地品 接下来说先是菩萨者 先解释什么叫做菩萨 菩萨者泛语俱云 泛语完整的话 就是摩喝菩提 实地撒舵 我们一般来说菩提撒舵 那么那这里就更多了 摩喝菩提直地撒舵 摩喝就是大 菩提直地撒舵 那么我们平常说摩喝撒舵 那么此番大道心成就众生 五十一页 大道就是佛道 追求佛道的这个广大心 他成就的或者是追求佛道 这个就近的佛道的心 他成就的这个道心的人 叫做菩萨 或翻做觉友情 那么是翻译的问题 大道心成就众生 是讲这个菩萨 那么大道心成就众生 也可以讲自立 自立自己的大道心 又能够成就众生 所以自立立他 或翻觉友情 觉友情也是可以分自立跟立他 如果讲觉悟的友情 就是讲自立 如果觉悟其他友情的话 就叫做立他 所以菩萨的觉有自觉觉他的意思 或云大士 士就是人 我们说士就是人 士人 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大士 有时候说大人 比如说八大人觉经 八种菩萨大人 他们所觉悟的 所以士就是人 所以有时候应该也可以说叫大人 所以我们八大人觉经 就是八种大菩萨 他们要觉悟的 第一觉悟 世间无常 国土为翠 现在台风来了 世间无常 国土为翠 土石流 台风 大地震 海啸 那么这个大人就是大菩萨 或者大士 或云开士 开士就是 这个开应该是说大心 这个心 广大心的广大心开了 或者是这个 知见的 智慧大开的 或者是大悲心大开的 所以这个开士就是开菩提心 开慈悲心 开般若心 那么的人都可以叫做开士 那么就只讲菩萨了 如果讲他的菩提心 大悲心 般若心 叫做开士 以其依四地境发四弘四愿 依四地就是苦极灭到 依苦地 看世间是苦 所以发众生无边是愿度 因为看到世间苦 因为看到世间苦 众生苦 所以发众生无边是愿度 依到极地 就是见诗 烦恼 贪嗔痴 所以就发烦恼无境是愿段 我们知道有烦恼无量无边 所以菩萨就发了 烦恼无境是愿段 那么依这个道地 道就是戒定会 三十七道品 看到佛修的八正道 所以发法门无量是愿雪 依于道地 发法门无量是愿雪 那么依于灭地 佛断尽一切烦恼 的这种境界 涅槃的不生不灭境界 所以发佛道无上是愿程 所以说以其依四地境发四弘是愿 依苦地发众生无边是愿度 依吉地发烦恼无境是愿段 依道地发法门无量是愿雪 依灭地发佛道无上是愿程 所以依四地境发四弘是愿 红就是广大的誓愿 因为都是无境无量 无上的 所以叫做大 大誓愿 不是普通的誓愿 因为都是续空借敬 众生借敬 虚空有敬我愿无穷的 所以叫做弘誓 那么幻大甲咒 能为难誓 上弘佛法下化众生 幻就是穿着细树 幻就是穿着细树 大甲咒 甲就是防护衣 叫做甲 咒就是头盔 我们说 刚盔 头盔 叫做咒 意思是因为要发大誓愿 要与魔君战 对不对 与烦恼战 与生死战 所以要穿这个大甲咒 防护衣 那么当然用这个种种的 我们说这个菩萨做法空做 所谓这个柔和忍露衣 以柔和忍露做我们的盔甲 以大精进做我们的盔甲 或者是以戒律做我们的盔甲 所以叫做幻大甲咒 表示说我们发从誓愿以后 开始要去使见 甲就是防护衣 皱就是头盔 能为难事 难事就是难行能行 为什么叫做难事 凡夫小圣不能行之事 叫做难事 凡夫做不到 小圣人也没办法 所以叫做难事 上弘佛法下化众生 下面就是什么叫做难事 上弘佛法 弘阳佛法 下化众生 向下的话要度化众生 悲至双运固惑齿明 大悲心跟这个般若智慧 同时运作 悲至双运 就是在大悲度众生的时候 也要有般若智慧 然后以般若智慧去度化众生 所以悲至是要双运的 不能有悲无至 或者是有至无悲 不要度化众生 那么这叫悲至双运 叫做菩萨 故获此名 所以叫做菩萨 那么这是先解释什么叫做菩萨 大道心成就众生 绝有情大事 那么这是名称 那么他主要是发四弘四愿 上弘下化 卑至双云 所以叫做菩萨 今略去六个字 诞成菩萨 因为他的全名叫做 摩喝菩提执地煞舵 那么略定要有六个字 剩下两个字叫做菩萨 所以但名菩萨 明子行为需约释教 如果要明白这个菩萨的行为 他的修行 还有他的位次的话 必须要约释教 藏通别源来说 这个释教的菩萨 一名藏教菩萨 我们说藏教 为什么不叫做小圣呢 因为他里面也有菩萨 所以一般人说 藏教大部分是教小圣法 但是里面也有菩萨 因此藏教也有菩萨 所以天台说藏通别源 没有说什么小圣大圣 他只有说藏教通教 别教圆教 因为藏教也有菩萨 第一个藏教的菩萨 创文身灭四地即四六度 创就是初啦 一听到 身灭四地 四地就是苦即灭道 那么身灭四地 我们之前讲过了 界内的顿根 迷于真地 迷世较重 对四项上面的道理 迷得比较重 因此就教他们身灭四地 苦即灭道 什么叫苦地啊 三界都是苦 苦苦坏苦辛苦 那么吉啊 就是说贪嗔痴啊 种种的烦恼 叫做吉地 然后呢 灭呢就是吉灭啊 烦恼已经灭了 然后生死已经了了的那种状态 叫做灭地 道地啊就是修界定慧 这个三十七道品啊 这个叫做生灭四地 他一听到 这个生灭四地的话 从四项上面说 苦即灭道 以及四六度 六度呢 为什么讲一个四呢 因为我法未除啊 我直还没有除 法直还没有除 认为有能度的我 所度的众生 这个叫做四六度 还没有办法达到说 人所双亡 三轮体空 因此叫做四六度 就是他大悲心很重 想要度众生 可是他我直还没有去除 那么在做的时候 还是有我相 还没有办法达到 没有我相 人相 也没有说 没有法相 没有众生相 这个叫做四六度 那么 为什么讲四六度 就是说 他正的真理还没有达到 能够观空啊 无我的境界 所以他虽然有在 六度就是布施 有在持戒 有在忍辱 有在精进 有修禅定 也在学智慧 听经文法 读经啊 研究教理啊 可是他还是有我相存在 所以这个叫做四六度 那么我们一般的凡夫啊 菩萨啊 我们现在的人大概都是在这里 的这个层次啊 因为我们还没有办法知道说 没有我相 人相 虽然呢 有听说 但是并没有持证 听说啊 我们布施的时候 要没有我相 听说啊 我们持戒也没有我相 忍辱也没有我相 可是啊 实际上啊 遇到事情还是会起烦恼 表示说我们的我相还没有出 可是虽然我相没有出 可是我们想一想 我们还是要去布施啦 我还是要持戒啦 我还是要想学佛啦 那么这个叫做四六度啦 明吉明他大悲真善 因为明念自己啊 在生死里面轮回 也明念众生啊 在六道当中受苦 所以想到他人跟自己 然后大悲真善发菩提心 以大悲心啊 真善 就是大悲心是很广大 悲就是拔众生苦啦 想要拔众生苦 这个心是很很广大 然后发菩提心四度一切 因此啊 因为有大悲心啊 不同于二圣呢 他没有广大的悲心 所以这个藏教菩萨 藏教当然也有身文啊 也有二圣 但是藏教里面啊 也有菩萨 因为他有大悲心 他能够发菩提心 四度一切众生 历三阿僧奇节 次然修行六波罗蜜 他经过三大阿僧奇节 我们修行就是阿僧奇 就是无量素啦 无央素或者无素 意思就是数量很久很久 那三个无量素节呢 次然修行六度波罗蜜 意思就是发大悲心 菩提心 想要广度众生 所以他可以经过这么长久时间呢 去修六波罗蜜 所以这个叫做藏教的菩萨 因为他是还有我相 人相还有法相 但是他比这个藏教的身文呢 发心广大 所以叫做藏教菩萨 然后他修三大阿僧奇节 出生其中呢 在第一大阿僧奇节当中修行呢 修到能够离三二道 他能够修到不堕地狱二鬼出生呢 他不会去做这些坏事 即边地 他不会生在没有佛法的边地 或者是北聚如洲 这种没有佛法的世界 他也远离啦 因为他生生世世想要不离佛嘛 所以他都要生在有佛的世界 他也能够做到这样子 不会堕三二道 不会在边地 还有根缺女生 他也不会生根残缺 盲隆阴雅 这种疤难 他不会啦 他低阿僧奇节就能够修到这样 那么远离女生 女人之生 那么意思就是说 女生啊 佛经里面为什么讲女生不好呢 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说法 女人还要生小孩 还在怀胎十月 还要养小孩 还要做家事 事情比较多 做男人比较凉快 都什么都不做 翘起的腿来什么都不做 所以女人啊 他有这些事情不得不做 因为生小孩一定要做 对不对 又不能叫男人去生 所以有这种障碍 那么呢 所以 菩萨他第一阿僧奇节 他可以离三二道 边地 根缺女生 他能够避免这样 因为有这些事情 他不能学佛 对不对 你要带小孩 你要怀孕 你怎么来拜佛念佛 可能没办法 对不对 很多事情 家里没有人做 也不得不做 所以 不能寻菩萨道 很多的麻烦 那么所以第一阿僧奇节 他就没有这些 亦能尝试宿命 第一阿僧奇节修到后来圆满的时候 他就能够知道 他素世以来的 但心由未知作佛 亦不作佛 但是心里面不知道说 我到底能成佛 还是不能成佛 这是第一阿僧奇节 但是 他第一阿僧奇节 远离这些缺失 但是他还不知道 能不能作佛 再来 二阿僧奇节中 二生其中 心知作佛 口味能言 第二阿僧奇节 虽然知道我会作佛 但是 嘴不能说 因为还没有做到 这句话为什么说不能说呢 因为 虽然说我能作佛 可是我还没到阿 菩萨不会乱说的 就像是孔子也说 先行其言 而后从之 你要先做到你要说的那件事情 然后你再去说 所以先行其言 就是说你先去做 你要说的 比如说 我要布施一百万 然后你就先行其言 你先把一百万布施出去 然后从之 然后再去说 我已经布施一百万 我要布施一百万 因为我已经布施了 比如说我要持戒 我要受菩萨戒 我要受五戒 你要先去做 然后才说 不要天天说 我以后要受菩萨戒 过了十年二十年也没有去受戒 那么这个是凡夫 就会先说 那么这个菩萨 心知作佛 口慰能也 他知道自己能作佛 但是口不说 慰能也 一方面意思说 还没有做到 就不要说 对不对 等做到以后再说 那么 心知作佛 口慰能也 第三生其功德见倍 那么三大二生其节以后 他的功德 福慰功德渐渐圆满 了知作佛口义能也 了知我将来会作佛 也能够说 我什么时候会作佛了吧 已经有佛受记了嘛 所以也能说 我什么时候能成佛啊 那么 三生其满更注百节修向好音 就是三大二生其节修满以后 更注百节修向好音 五十二页 所以我们一般经论常说 三期修福慧 百节修向好 三大二生其节要修福修会 然后百节修向好 三期修福慧 百节修向好 常听这样的话 就是藏教普少 经过三大二生其节修福慧 然后还要再经过一百节修向好 所以一百节修向好的音 那么怎么修呢 下面说 因为我们有三十二项嘛 有八十随心好嘛 那么每一个项都要有这个福 才能够成就一个项 说击百福成一项 比如说我们脚底啊 安平足相对不对 或者手足啊慢往相 或者是这个胸啊 肩膀啊 小啊 仙长相等等 只要有一个相好啊 要积百福才能够成一个相好 那么下面说 什么叫做百福呢 自大千盲人吸菜为一福等 把这个大千世界的啊 我们这个世界的盲人啊 都把他治疗吸菜 菜就是呢 痊愈叫做菜啦 如果有盲人啊 眼睛瞎了 那么有大千世界的盲人啊 全部都瞎了 那么你能够帮助他恢复 眼睛的光明啊 眼睛的光明啊 那么这个叫做成就一福啊 等等啊 如今广明 那么等等就是说 还有其他的说法啊 在大制度论里面说 好多种 有的是说啊 众生啊 都中毒了 要死了 你就把大千世界的人呢 全部把他医疗好 这样子修一福 那么这里说 大千盲人的吸菜为一福 那么 然后这样累积一百个叫做百福 然后有一百个福啊 才能够成就一个象 那么如果三十二象 那不就要三千福了吗 三个千福 一个象就要百福啊 那三十二象就三千二百的福啊 那么一个福就是 就是把大千世界的盲人的眼睛瞎了 都能够治好 所以呢 就是说百节啊 要仲向好 再修复 啊 如今广明 就像经典里面说的 啊 至最后生 啊 那么三大神奇节啊 三奇修复会 百节仲向好 到最后都完了 到了最后生的时候 祝兜率天公 啊 最后生的时候 是一个人的身天 住在兜率天 啊 玉界的兜率天啊 啊 我们玉界是 呃 四天王天啊 第四天 夜魔天 兜率天 住在这个兜率天 兜率天 又叫做知足天啊 那么他住在这个兜率天公啊 带众生元首 视线降神母胎 等待众生呢 要度的因缘成熟的时候 好 那么他就视线降神母胎 由天上下降 啊 啊 降神就是说 把这个 我们的这个心呢 神事呢 降到母胎当中 啊 从天上 众生元成熟的时候 就降母胎 乃或乃之出家 啊 做菩提树 降福摩君 啊 降神母胎以后 就出家 啊 然后修道嘛 啊 修道最后就像释迦摩尼佛一样 啊 修苦恨 最后坐在菩提树下 啊 降福摩君啊 坐在菩提树下 说如果我不成佛 就不离此坐 啊 不起来啦 啊 最后呢 在 要阅读明星之前呢 就看到摩君 啊 那么摩君啊 就是有的是持这个刀杖弓箭啊 叫做强摩 啊 有魔女的叫做软摩 啊 那么顺境逆境啊 啊 摩君呢 就现前 啊 啊 那么就已经降福了 降福 起此以前总名菩萨 在这个之前通通叫做菩萨 啊 就是从 初发心 到三大阿僧奇节 再经过百节 啊 仲向好 最后生呢 出家修道 做菩提树 降福摩君 这个呢 都叫做菩萨 啊 当然最后一生 如果我们大圣叫做等觉菩萨 啊 那 最后一生叫做等觉菩萨 那之前呢 也叫做菩萨 啊 所以到此以前呢 通通叫做菩萨 那 接下来说 发真无肉三十四心 顿断见诗习气 乃名为佛 啊 藏教的佛啊 到最后发真无肉 啊 三十四心 三十四心就是以三十四种心 来 顿断见诗习气 来断这个见或施或的这个烦恼 所以呢 叫做佛 啊 所以叫做佛 那么这个三十四心啊 发真无肉三十四心啊 我们今天讲义里面有发 啊 我们看这个三十四心啊 啊 他应该有正反面嘛 一面是三十四心 一面是七 七贤嘛 七贤位 啊 那么三十四心 断结成道 这个是讲这个 藏教的啊 在菩提树下降魔以后啊 之前都叫做菩萨 最后要成佛就是以 发真无肉三十四心 然后断见诗喜气 那么什么叫做三十四心呢 我们看讲义啊 说三十四心断结成道 断结就是断烦恼 以三十四心断烦恼 说即以三十四种刹那之心 刹那就是很短暂的哦 就是最后那一刹那 成佛之前 最后最后最后那一刹那 有三十四种哦 都是刹那的很短暂的 表示说再经过一刹那 就要成佛了 那最后一刹那 把那个烦恼断尽的 那个就是三十四种心哦 以三十四种刹那之心呢 断尽烦恼 烦恼就是见失烦恼 见获失获 而成就佛大 略称三十四心 简单说 所以最后要成佛 在藏教菩萨要成佛 就经过这三十四心 所以就这三十四心 三藏教菩萨 就是讲藏教 三藏教菩萨福或润身 福就是依靠 依靠或就是烦恼 润身就滋润身死 因为三藏教的菩萨要发佛的心 要度众生 要经过三大阿僧七戒 他本来也能证阿罗汉果啦 但是因为要人家度众生嘛 所以他就依靠依着这个烦恼 不要断烦恼 他能断而不断的意思 所以叫福或润身 他依于烦恼 或就是烦恼 来滋润他的生死 因为他一断了以后就了生死了 了生死在藏教根基的人 他们认为说 我只要有烦恼一断 我就不能再回来度众生了 这是藏教人的看法 藏教的身文 菩萨都是这种想法 认为说我烦恼一断境了 我就离开三戒了 那我就不能度众生了 所以要福或润身 要依着烦恼来滋润生死 然后历劫俱修六度犯恨 这样我才能够经历三大阿僧七戒 不然烦恼断境就不能行菩萨道了 所以历劫俱修六度犯恨 饶意有情 最后至菩提树下 一念相应慧 这个痘点应该改到后面 一念相应慧 最后呢 那一念相应的智慧 表示说以前都是不去断烦恼 用最后那一念相应慧 最后要成佛了 然后发真无肉智 发起真实的无肉的智慧 也就是说之前都是有肉的 因为要留住烦恼嘛 最后要成佛了 就用一念相应慧 发真无肉智的时候呢 以八忍八智 八忍八智 旁边写贱 八忍八四是要断贱货的 然后久无碍久解脱 写失货 久无碍久解脱是要断失货的 意思就是说之前行菩萨道 所以全部都没有断烦恼 最后啊 三期修佛会百节众向好 那么那个时候因缘啊 我三十二相都具足的时候 我能成佛的时候 那时候才来断 所以那时候以八忍八智 断见货 以久无碍久解脱 断失货 所以到最后的时候 以八忍八智 久无碍久解脱 顿断见失喜气 而成正觉 那么顿死啊 最后一刹那的时候 一念相应慧 就把见失货 喜气就是种子 或者是烦恼的名称 那么把他断尽了 而成正觉 正觉 那么就成佛了 故称三十四心断解成道 所以呢 本来三大生七节是没有断 到最后一起断 所以三十四心 八忍八智 九无碍久解脱 三十四心 下面说 依大毗菩萨论等之意 菩萨未坐树下以前 还没有坐菩提树下以前 先以有肉制 断除下八地之修获 意思就是说 菩萨还没有坐在菩提树下以前 他们都能够修到 以有肉制断除下八地之修获 下八地就是说 欲界 欲界有一地 对不对 那么色界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 那无色界 空无边世无边无所有处 换句话就是说 那时候菩萨他能够修到 外道的非想非非想定 就像释迦牟尼佛还没有成佛的时候 他已经能够修到非想非非想定 可是还没有解脱 对不对 然后最后觉得 嗯 这个非想非想定也没有究竟 最后呢 外道老师也不行了 就自己干脆坐在菩提树下 自修啦 自修 所以呢 他还没有坐菩提树下以前 先有肉制断除下八地 就是从欲界一直到 空无边世无边无所有 这样就有八地 这个八地的修获就是施获 爱烦恼都能够断了 然后以有肉制不能断除贱货 因为他还是有肉智慧 所以他不能断贱货 以及有顶地 有顶地就是非想非非想地 因为他还是有肉智慧 所以他不能断自己的贱货 也不能断非想非非想天的 这个失货 这个货就是讲爱烦恼 就是对非想非非想天的失货 所以意思就是还没有坐菩提树下之前 他是能够断到无所有处 最后呢 还在非想非非想天当中 非非想定当中 这个烦恼还不能断 还有贱货不能断 故作金刚作欲将成道时 其无肉制 而以三十四心断除贱货 及有顶地之货 货就是失货 所以呢 到了坐造菩提树下的时候 因为他之前已经断了 从欲界一直断到空无边 事无边无所有 住在那个非想非非想定的境界 那么最后用无肉制起三十四心 然后呢三十四心就是八忍八字 八忍八字 然后久无碍久解脱 加起来就有三十四个 用三十四心断除贱货 贱货用八忍八字去断 八忍八字去断 然后呢 以及有顶地之货 有顶就是非想非非想定 非想非非想地的这个失货 那么用久无碍久解脱 所以加起来就叫做三十四心 那么我们这个讲义下面还有 因为讲八忍八字 还有久无碍久解脱 如果不稍微解释一下 我们也不会理解 我们先知道说 三十四心就是这样 八忍八字能断见货 九无碍久解脱能断失货 所以下次我们这个讲义还要带来 两章都要带来 两章下次都会讲到 所以这个是讲 藏教的菩萨开始修 最后一生做到菩提树下 用三十四心来断 最后就成佛了 成佛 其他的呢 我们下次再讲 我们下次再讲 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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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愛上澳光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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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